就晒黑也不错啊 因为为什么有人不喜欢被晒黑 就是有人会特别喜欢 不过这个喜欢 不是站在外头给太阳障一直晒 那很痛苦的会生病 现在就有业者推出了室内助晒机 让民众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身体可以均匀的吸收适当的紫外线 特别是有在跑健身房 民众就特别喜欢这种室内的日晒 那户外阳光跟室内这种助晒机 它的紫外线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你想让自己的肌肤颜色黑一点 但是又不想让它受伤 让皮肤有受伤的朋友们 室内助晒也会是另外一种好的选项喔 打开机器设定好时间 接着踏入机舱内 两手抓好就定位 持续几分钟的照射 马上就让身体平均吸收合适的紫外线 室内晒的话它是会有释放那个维他命D 那对于他们 我们一般民众很少都会去 他们很少会到室外晒 因为有些缺乏阳光 因为平常有在室内工作的人 因为只不如想要需要阳光 他会选择我们室内的日晒 反而释晒 因为我们室内晒的话 它会释出维他命D 它会防止那个抗骸 无需跑量到天气 简单快速就能够晒黑助晒 因为机器本身的紫外线 与外头不同 也不容易让皮肤受伤 在7分钟的时候眼睛就是要紧闭 7分钟一到 我们这个机器是7分钟 其中一到我们人就可以出来了 7分钟一次 它这边我们这边灯管是有54根 220瓦的紫外线灯管 近年来开始流行一种 象征健康的小麦色肌肤外皮 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美美的黑已经变成了 比防晒美白更重要的项目 古董色的肌肤 会给人一种比较阳光的感觉 尤其喜爱运动健身的民众 习惯运动后都会定时来报到 对 单分就是全身都外观 然后身上就是 有些人他会穿泳裤 那有些人没有穿 那单分就是裸晒比较多 对 那而且如果你身上有 有青春痘的话也会改善 青春痘也会改善毛囊眼 另一方面在室内注塞的好处 就是在于会插注塞乳来加持 注塞乳的话就会让皮肤快速晒黑 而且会改善你的肤质 比如说我们亚洲人皮肤 是比较蜡黄的颜色 那透过注塞乳的话 会改善你的肌肤 有些小麦色或古董色 肤色基本上都可以晒出 标准的咖啡古董色的身体 有兴趣的民众 不妨可以体验一下 台湾有一次新闻的林瑞峰 中立成本报道